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 化多深 有個頂著大太陽 穿長袖大口吃冰 不是為了防曬 而是為了防紋 我有犯法文藝啊 也沒有到不怕 就是要小心但不要太擔心 從上個禮拜有稍微降了兩成左右 疫情破500的台南市中西區 人氣雙淺淋店沒開 水果冰店生意少了兩成 長長的排隊人籠不見了 但讓疫情下跑不少觀光客 因為原本是特地來逛的 結果呢 結果就是好多店還要都關門的 好像台南地區每個地區都有 就只有幾個地區沒有而已 會啊 所以我們有擦防紋液 怕自己得了燈隔熱 回去傳染給我們家人 會嗎 會傳染嗎 人跟人不會 對不起 空廟 老街 冷冷清清 很多人都想知道 現在到台南到底還能去哪玩 觀光局也整理了熱門景點懶人包 像是最安全可以放心前往的北門區 有最夯的水晶教堂 另外還有馬沙國海邊 關子嶺溫泉和四草綠色隧道 次安全等級是遊客前往 無需過於擔心的 清美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而台南市中心雖然病例數破表 但其實也有一些觀光景點 位在非疫情熱點 像是安平古堡 三地藍曬圖 跟孔廟等等 也被列在遊客前往 無需過於擔心的等級 不過觀光局建議 不管到哪玩 做好自我防護才是最重要的 這期見了兩章 派能報導